这个世界不会给个为我们失败者般将来的 小文姐好 同样类型的艺人 我只签一个 不想解约 精算一下违约条款的赔偿件 最终保证 一人人设崩塌 做好承担一切后果准备 让我过来 这次让我像不像的吐头 他把拖出来 哈喽 早上好 最近你们有没有看关键过分美丽 青岚这位女强人又A又撒这种形象 非常的错误 所以今天斗胆尝试一下她这个妆容 这不单单只是一个仿妆 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日常又凸显 细长的一个妆容 这种高级感的妆面呢 粉底液就非常的重要 拿出我前段时间收到的 路花龙24小时持妆粉底液 收到之后我每天都在用 所以今天正好想给大家 来做一个全天的测评 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最近的一个皮肤状态 这段时间熬夜有点严重 所以冒了几个痘出来 有敏感痘肌 夏天混油 冬天混干的肤质 妆性肤色 我目前用的是 他们家这个黑盖的油皮板 110和150混合 他们两个混出来的颜色 就非常适合我 我有个朋友 他们永远选择对粉底液四号 不是太白 就是它冬天太干 夏天太油 出来的妆项永远都是斑斑薄裹 就给人感觉她的皮肤很差 很多时候我们出来的妆面不好看 可能并不是你画的不好 只是粉底液可能不大适合你 所以在开始之前呢 我想给大家科普一下 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粉底液 第一点就是你要确定 自己到底是怎样子的肤质 非常好起来洗完脸之后呢 不要涂任何护肤品 然后等待差不多半个小时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你感觉到脸特别的干 那么我们可以初步认为你是干皮 如果你的脸上紧奔感马上就消失了 那么你可能就是油皮 没感觉到油也没感觉到干 那么你有可能就是中性皮 等到30分钟之后呢 你去摸一下 明显感觉到是油腻的感觉的 那么你就是油皮了 如果你摸上去干干燥燥 就是摩擦特别强 那么你就是干皮 或者是不油也不干 没什么感觉 那么你就是中性皮 第一点OK了吗 OK扣个1 第二点就是判断自己 到底是冷皮还是暖皮 也是非常简单 最最最简单 就是看我们手腕的这个静脉的颜色 如果你是偏紫偏蓝 那么你就是冷皮 如果你是偏绿 那么你就是暖皮 还有些人可能会像我一样 又有点紫又有点绿 可以看出来吗 那么证明你就是中性皮 还有第二点就是 你平常穿米白色会更好看 看上去你整个人气色更好的话 那么你就是暖皮 如果你是穿纯白色 更好看更显白 那么你就是冷皮 如果你都可以 都叫做中性皮 可能你还是不是很懂 手上的酒瓶粉底液 全部上脸试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效果 告诉你们 这样子的肤色 适合怎样子的色号 黑盖油皮板 110 150 可以两个对比 就感觉出来 它是黄调 它是粉调 200 它也是有点偏粉调的 220 110 200 220 都是有点偏粉调的 适合中性或者是粉皮 150它就是黄调一白 它就适合中性和黄皮 透明盖的110粉调一白 150 150就是黄调了 200 220 240 110是粉调的 所以它适合中性皮或者是冷皮 150和200是中性调的 所以说它适合中性肤色 或者是偏黄一点的皮肤 200和240它是偏黄调的 它就适合中性皮或者是黄皮的人 可以看一下他们整体的一个表现 个人感觉透明盖的干皮板 氧化程度会比黑盖油皮板更厉害一点 黑盖油皮板本的更多色号 是适合冷白皮或者是中性皮的 干皮板更多色号适合黄皮肤的人 OK了吗 OK 值一圣 但是9.23分 110 150 两个 挤在一起 它出来的一个颜色 和我本身就比较服贴 可以看一下它的遮瑕度 它的遮瑕是中度遮瑕 我个人还是挺满意的 到做颜色比较深的地方 我们可以多次叠加一下 遮盖力就很好 它里面有很多植物体取物以及水洋酸 所以它对豆豆鸡也是非常友好的 可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妆面 眼光高级妆面不假白 跟我这边几乎没有什么色差 非常的自然 我把另外一边补上 我上几章的技巧就是少量多次 你这样一层一层这样叠上去 你不要一下子上太多 应用生意号的粉底也当做修容 出来妆效会非常的自然 非常的立体 青蓝最有特点就是它的眼睛 所以我们先从眼睛开始 青蓝一滴泪 天上一颗星 这才蓬皮不是白吹的 青蓝的眼睛有点点类似于桃花眼 就是中间骨两头肩 眼头是这种平行的肩长 先用个浅棕色做个打底 这边尾巴不需要往上翘 而是这样往下 我好久没有边化妆边聊天了 就是我最开始做视频 是做仿妆 对于一些审美的一些兴趣 其实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把这个人仿向 你就得先了解 它整体的一个五官 还是挺有感触的 这样拉长眼睛 那么加重颜位 让眼睛的重心往后 光用眼线去拉长 没有用 你的重心还在前面 只能感觉你有一条长长的眼线 我会往前蓝这个比例去靠 画出来更像一点 整体加深这个眼角 再用一个更深的颜色 就是让它有层次 先把内眼线画上 它的眼头是这样平行的 但是我的眼头有点点往下 所以我得画出一个假的眼头 衔接刚刚画的这个假眼头 假的眼头就出来了 仔细看的话很假 今天是仿妆嘛 加深这一条 包住整个眼尾 它一眼自然 眼尾这个卧蚕这边也要加重点 重心也会往这边移 接了后半斜睫毛 让眼睛整体更内一点 远看还行 它这次妆容能这么犀利 它的眉型和它的山根作用比较大 眉毛要画的平脂 俐落 线条感强 拉近眉头 它这次的山根是这样笔直下来的 画C的话会整体会很柔和 笔直下来的话就给人感觉会很硬朗 然后眼神会比较犀利 差不多可以从这里往下 金兰的鼻头非常的小巧 大概的画出来 然后再把它晕开 三红鞋子打 淡淡的来一次 唇峰很尖 上去群线条感非常的强 嘴角收尖 气场很大 这个世界 不会给个露饼的失败者伴奖来的 哈喽 这是个假发片 我臭美了 已经很晚 我出门了 我得去换套衣服 太热了 晚上见 好像眼睛还是有点像吧 吃完饭了 太辣了 没喜欢吃辣吗 哇 好漂亮哦 看 高丁排得那么大 我忘记把三家家带出来了 看了 我已经回来了 现在是10点54 差不多 现在已经有10个多小时了 赶紧看一下 除了鼻翼这边有点掉以外 我的痘印这边有点点冒出来 妆面从之前的全亚光变成了现在的偏油光 但是摸上去没有过多的出油 脸上也完全没有紧绷的感觉 还是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 比这张高光都还在 完全没有拖 我个人还是非常满意的 毕竟它的价格却是非常的便宜 6月16号到6月20号 陆华龙天包期间店 前6000减拍下1减20元 倒数下只要69块钱 性价比超高 OK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请记得给我点个赞哦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